有个蹒跚老人 这些老人乘车大都以同样奇怪的姿态 他们全近座位的角落 枯瘦地手紧紧锁住边上的栏杆 那几个坐在过道包袱上的老太太神色更加紧张 他们尽量把自己的身体蜷缩到最小 眼睛不安地盯在地板上 一旦有谁上下车从他们身边经过时 他们都毫无必要地颤颤巍巍地把小脚盘起来让路 人过去许久才小心翼翼地放下来 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典型神态 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之外 他们永远是紧张的、怯懦的 似乎周围充满不可测的危险 我想起了作家关人山讲过的一个故事 在抗日战争期间 日军在河北栏县进行扫荡 他们把一个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来 叫他们挖一个大坑 村民们知道这个坑是用来埋葬自己的 然而还是一敲一稿 认认真真的挖好了这个坑 然后三百多人全部被枪杀 埋在这个坑里 抗日战争过去六十多年了 我们在电视上还是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一年之内仅凭手里的一把小小的水果刀 就能在长途客车上 当着大家的面连续强奸几个女孩 全车乘客 包括其中一个女孩的亲哥哥 都一言不发 汉语里有一个独特的词顺民 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民族的语言里有 那些农村老太太的神态 就是顺民神态 这种顺民神态告诉你 他们准备在任何公权力 暴力和不合理现象面前低头 无论什么时候 他们都会选择顺从 而不是反抗 是什么 造就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顺民性格 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政治文化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 汤英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 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 那无疑是错误的 几千年的中国史 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 为了让这一家一性能够千秋万代 享有全天下的高知 它仅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力 仅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 对专有权力的基于和挑战 仅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 保持现状 防止社会发展变化 套用鲁勋在《春暮闲谈》中的比喻 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 赐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 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 僵化 失去反抗力 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水 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适 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 这一技术 有高深的理论 有精密的设计 有庞大的体系 从韩非子到董仲书 他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均现制度 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 汉武帝 独尊如书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 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 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 把社会的支力资源统一到 好手穷经这一条路上来 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 清代朱君则大新文字语 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 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僵化 正是专制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 正反映了专制技术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孟德斯就说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专制的原则是恐怖 专制的目的是平静 孟德斯就论法的精神 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 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 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教会的河口 传统与现代 在各个层次交错重叠 从表面上看 或者用一句学术术语 从器物层面上看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全面西化了 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跑马挂 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 在文化大革命把思旧破坏殆尽的基础上 我们在以现代化的名义 扫荡调古老名剧 建起一壮壮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 但是这仅仅是表象 改造一座城市原比改变一个头脑容易 请问 我们那些座奥迪 用笔基本电脑的官员 他们跑官 买官 贪污腐败的方式 和明清那些做八台大教的官僚 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 我们那些适用化肥 使用含激素饲料 每天晚上在电视前兴高采烈地 看康熙王朝的农民附凶 在政府和权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汉时代 有什么不同吗 在现代化的外溢之下 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 不动声色的可怕地静静旋转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错 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幻莫测 光怪陆离 这种错综复杂 不但让外国人迷惑 也让中国人眩晕 世界诸重要国家中 只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为崎岖曲折 多次重复缴纳高昂的学费 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断跌倒 到现在为止 在中国人与中国人的面对面斗争中 成功者无一不是更中国的人 在晚清 慈禧太后与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的斗争中 那个深懂中国权力运作基药的老太太胜了 在民国初 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被土生土长的官僚员 是凯清而易举地打败了 因此 认识清楚古老中国的内核 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做的 这是我们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边中国国民信年变历程 第一章爱罗仙科和李鸿章一 说到中国国民信 我们还要从欧洲人和乾隆皇帝的那次见面讲起 公元1793年 也就是乾隆58年 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英国的一个外交使团成功抵达中国 使团的目的是和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使团的团长叫马嘎尔尼 这个人是英国资深的外交家 20多岁时就曾经作为特使 被英国国王派往俄罗斯进行重要谈判 在蛇战中一举成名 此后飞黄腾达 做过爱尔兰事务大臣 格林纳达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 他走遍了大半个世界 这一年56岁 本来已经打算退休了 英国国王给他提供了很多有吸引力的官职 让他随便选择 他都拒绝了 他这一生该建的都建过了 该做的都做过了 心满意足已经没有什么遗憾 但是一听说国王要派他前往中国进行访问 他一下子兴奋起来 立刻同意了 原来他是一个中国迷 中国迷 是的 那个时代欧洲有许多中国迷 也就是向往和崇拜中国的人 那个时代欧洲不仅有中国迷 还有中国热 一股向往中国的热潮 明代后期 随着环球航道的开通 一些传教士来到了中国 到了中国之后 所闻所见让他们感觉非常震撼 他们没有想到 中国福源这么辽阔 历史这么悠久 文化这么发达 当时欧洲四分五裂 战争连绵 中国却是各统一大帝国 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一种文明 在传教士看来 中国有贤明的君主 良好的法律 健全的行政机构 比欧洲强太多了 传教士在发往欧洲的信中 对中国大家赞赏 还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到了欧洲 因此欧洲文化界的许多著名学者 都对中国文化大感兴趣 法国启蒙思想家福尔泰在他家的小礼堂中 毕恭毕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画像 他称中国是 举世最优美 最古老 最广大 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 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 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 今天的中国积极向西方学习 与世界接轨 那是欧洲学者们却说 要向中国学习 要与中国接轨 福尔泰说 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莱布尼茨甚至建议 在我看来 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 难以自拔之境 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 前来教导我们善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 马嘎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 他一辈子最向往的事就是去中国 能到中国去 对他来讲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他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大洲 从加勒比海到印度 但神秘的中国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迷 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迷 在并不知道自己可能出使中国时 他已经在诗剧中这样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 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 攀登他无比自豪地杰作万里长城 套望他波涛汹涌的江河 他的都市与平原 他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过北方江界 探岩达达旷野 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 转引自中英通识20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他曾经在梦中多次游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国家 如今有机会梦想成真 他怎么会不激动万分呢 1792年秋天 马嘎尔尼率领一支由三艘军舰和7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 由英国的普茨茅斯港出发前往中国 经过九个月的艰难行驶 他们终于抵达了中国海面 见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 但是一到中国 英国人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吃惊 他们发现中国和他们想象的如隔天渊 他们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变 欧洲人传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他们传说 中国是以孔夫子的理论来指导的国家 整个国家就和一个大家庭那样亲爱和睦 皇帝被认为是臣民之父 总督被认为是一省之父 智州为一州之父 他们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家庭生活那样 用同样的权威 关心和慈爱来主持工作 统治者是充满了仁慈的 老百姓则是诚实而礼貌的 莱布尼茨说 中国老百姓父从长上 尊敬老人 中国即使能富裕必仆之辈 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 以此非常客气 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 然而清临其境的英国人却发现 事实与此截然相反 英国人发现 中国政府的统治充满 暴虐 压迫和不公安 老百姓对政府的态度则是畏惧 欺瞒和忤逆 英国人与中国官员的首次交往 就让他们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暴力 到达浙江沿海后 英国人需要一个熟悉海路的人 把他们领航到天津 他们登陆定海 对当地总兵提出了这个请求 总兵对英国人极其热情 一口答应 不过与英国人设想的出资账目不同 滨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 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巴罗说 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 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 一个个双膝跪地 接受询问 又有两个人被带了进来 他们似乎比先来的人都更能胜任这项工作 却又早都不在下海 而是经商有成 无意在重操就业 他们跪着恳求免除这趟劳役 但是毫无成效 皇帝的遇旨是不得违抗的 他们徒劳地哀告道 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 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 总兵不为所动 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 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 走出了中世纪的英国人信奉的是 权力源于人民人格独立与平等 法律至上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 他们发现中国的信条则与此相反 权力源于皇帝官员至上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 英国人说 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治 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 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 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 从事于极有害无益的劳役 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 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 这是不能容忍的 英国人更震惊的是 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并不如传说中的高 哥德说 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 邓纯洁也更道德 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 他对中国人的看法 我们的国潮是建立在 父权与伦城的心意之上的 是建立在正义 荣誉和守约的心意之上的 孝顺忠信里一连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英国人却注意到 在暴力统治下 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出现了很大的扭曲 缺乏自尊心 冷漠 自私 麻木 中国政府派了一些人上船来伺候英国人 那些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 撒谎 奸诈 偷得快 毁得也快 而且毫不脸红 英国人说 他们一有机会就偷 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层脏物的地方 有一次吃饭时 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后言无耻地欺骗我们 他给我们上两只鸡 每只鸡都少一条腿 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 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当然 更让英国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的冷酷无情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 一伙看热闹的人押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 许多人掉进河中 巴罗说 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 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 却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远就也得不到响应 不错 我们当时船速是一小时七英里 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 我却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说在世界其他国家他们不会看到这种现象 只有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同胞没有感情 英国人分析说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格 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 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 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 在菲律宾群岛巴达雷亚间亚加达冰朗语 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 城市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 在那些地方 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明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 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 却也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 也缺乏创造力 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 同时也更冷漠 阿木和残酷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 中国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 只不过一旦有官员出现 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变了 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 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 在他们私下生活中 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 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使团的成员们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 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 巴洛说 这些势力在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 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 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 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巴洛的话说得相当深刻 就宪政权清廷而言 有充足的证据表明 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 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 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 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 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 这样的实践足以证明 中国朝廷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 摧毁相互的信任 培养人们的冷漠 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 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 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 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 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利 巴洛说 中国人缺乏自尊心 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 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 在这样的国度里 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 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 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 鞭子或类似的玩意 跪倒在地上 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 于是荣誉官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 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事实上一个奴隶是没有荣誉可被剥夺的 依赖并受止于他人 没有权利申诉 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侮辱 不幸陷入这种境地的人不会有更大的羞辱感了 在这个以丰度优雅和政治文明著称于世的 我认为是名不副实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 这个政府正如他目前的存在状况 严格地说是一小撮达达人对伊万汉人的专制统治 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 自从北方霍满洲达达政府以来 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 没有前进 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 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 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扮演蛮人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国民性这个词 在和近代欧洲人迎面相撞以前 中国人一直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 只有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文明 最礼貌 最有教养 最有文化的人 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是蛮夷 那个时候 不是别人妖魔化中国人 而是中国人妖魔化别人 确实 我们的老祖宗看世界 充满了种族主义和文化歧视 他们认为别的民族都是粗野的 落后的 甚至半人半兽的 还没有进化成完全的人 你看中国给周围民族起的名字 不是 犬字旁就是虫字旁 比如蛮夷的 蛮字 下边就是虫 中国人描述起这些蛮夷的性格来 则是充满了猎奇和夸大 容易性贪 一性蠢也被发纹身 有不火食者已 无父无君不知理一连耻人一道德为何物 等等 中国人对西洋人的歧视最为严重 因为他们闭眼时发的外貌与中国人相差最大 直到义和团时代 中国底层民众还在一个接铁中这样评论洋人 耳是懒惊自照 耳模样与畜生合一 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 而那时的周围世界对中国也是毕恭毕敬 充满了崇拜和羡慕 在马嘎尔尼访华前 只有几个欧洲人在与中国人的短暂接触中 发出过零星的批评声音 比如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1748年出版的 《畅销书环求旅行记》 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 强行驶入广州湾 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 那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最鼎盛的康钱盛世之中 可是他们对中国人印象十分不好 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物品不是腐烂编制 就是缺金短两 残缺不全 比如动物的胃都灌满了水以增加金两 在安森看来 中国人的这些行为是不可理解的 所以他在《环球旅行记》中说中国人的特点是不诚实 他说他每天都可以目睹中国人的不诚实行为 他也担保中国的官员同样是不诚实的 安森的部下对中国也有类似的记录和见解 其中以理查德沃尔特的记载流传最广 他描述了澳门官员的拖拉作风 这一自私自利的民族对商船队和随行人员 进行敲诈和欺骗的实力简直不胜美举 他举例说 一次我们从中国人手中买了许多鸡鸭 但没过多久就死了大半 我们开始还以为是中毒 但检查的结果却是为了增加重量 而再度内填满沙利和石块 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 是中国屠夫宰沙石柱进去的 商船队离开时许多中国船根在后面 减实起船队扔下的许多动物实体 以便再次发财 因为中国人从不反对吃任何自行死亡的动物食品 他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是感觉迟钝或麻木不仁 不过这些零星的记载都感性描述而缺乏系统分析 假之这些抒发型量不大 没有什么影响 对世界的中国官兵没有起到什么改变作用 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 像戳破一层窗户纸一样轻易打破了传教士们 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 英史团围后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记录 其中包括马嘎尔尼写下的大量公文、报告、书信与初始日记 这是西方讨论中国人国民性这个话题的开始 西方人的中国观念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 从文明变成野蛮 从光明变为阴暗 欧洲人发现 多年来他们崇拜害怕的居然是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 这个国家沉沦在卑鄙的暴征下 皇帝混佣暴虐 官吏贪赃王法 百姓生活在棍榜主板的恐惧中 他们禁闭妇女 残杀婴儿 奸诈 残酷 胆怯 当脏 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 对世界一无所知 一切都愚蠢透顶 这让他们感到奇耻大辱 欧洲人好像大梦初醒 现在该是让中国人名声扫地的时候了 批判贬低中国是一种报复 对自己受骗上当的精力痛心疾首 恼羞成怒的欧洲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妖魔化中国的大门从此打开了 在马嘎尔尼使团来访四十多年后 英国人就发动了鸦片战争 轻松地打垮了中国 这让西方人对中国更加轻蔑 西方的传教士 外交官 商人和旅行家在鸦片战争后 成批涌入并深入中国 这些西方人看到的中国城市每一个都那么肮脏污秽 看到的中国人大部分文化落后 表情麻木呆滞 他们写了大量邮寄来记载他们的所见所闻 在这些邮寄里 中国是一个由辫子 小脚和鸦片组成的黑暗世界 许多年来 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 他们的剃发 虚变 斜眼睛 其装衣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 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一题材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这种中国形象发展的顶峰 出现在1896年李鸿章以中国最开明的政治家的身份出使俄国 参观莫斯科盲同学校那一刻 后来成为鲁迅好友的盲诗人艾罗仙科 此事正是盲校中的一个小学生 他听说有中国大官前来 李鸿章握了手 然后蹲下身来 摸了摸李鸿章的脚 把李鸿章搞得莫名其妙 艾罗仙科后来回忆说 在那时俄国人的头脑中 中国男人都穿着裙袍 套着小木鞋 因此都长着急行的小脚 这个形象是如此离奇 所以他早就盼着能有一天亲自检验一下 除此之外 艾罗仙科时代俄国人头脑中的中国男人形象还包括 拖着滑稽的辫子 爱钱 只知道谋自己的利益 喜欢看酷刑 多气 众男轻女 对女儿朗默无情 喜欢吃狮子 用黑猫当早餐 真不知道李鸿章当时如果了解了这个男童的动机 会有何感想 鸦片战争后 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 已经成为一门险学 许多人因此得到了 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 一方面是由于中西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 另一方面是西方人的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和殖民主义心态 他们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局不很有见地 但整体上却无法避免过于夸大中国人的弱点的倾向 在他们眼里 中国人身上优点有限 缺点无穷 比如利己心强音寻守旧 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 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 表里不一在所有的中国人国民性专家里 最有名的是传教士明恩普 他在中国待了三十多年 曾经渗入中国腹地和不同阶层的中国人 从达官贵人到街头的乞丐和苦力都打过交道 还学会了多种中国方言 写下了著名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 这本书一出版 就被认作是对中国人性格的 最深刻 最珍贵的研究成为到中国来的外国人的必读书 他认为 中国人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 在专制的统治下变得脑力衰弱 缺乏创造力 他和中国人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后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多方面的需要 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从此之后 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就基本变成了负面 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大改观 而 国民性三个字 不久之后也进入汉语 从两起抄到鲁迅载到百扬 龙英台 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 认定中国人身体里有一种难以治愈的 过滤性病毒 报章杂志上 关于 国民性的案例和报道每每引起全体中国人的热烈讨论 当然 也有人说 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 是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对中国人 精神殖民的一种手段 其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人的信心 好乖乖接受他们的殖民统治 无论如何 国民性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词语 但无意义 第二章国民性